各位路人嘉宜丙丁 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要來講一題比重計試驗的題目 那為了節省時間 我已經將所有的答案用紅筆寫下 所以相對來說 各位看到的藍筆字就是題目的部分 那首先這一個題目是101年高考的第三題 它佔了15分 其實比重計的試驗在考試並不是一個常見的題目 那剛好在這一年度就出了這麼一題 這題目看起來還蠻長的 那總而言之就是要你完成這樣一個表 那這個其實是比重計試驗的時候會用到的表 所以其實也很適合用來做為上一集接下來的一個例說 好讓我們來看一下題目本身 這裡問 某土壤過200號篩之底盤為48% 那取其底盤土樣50公克進行比重計 勵進分析 那要試著完成下一表 並說明是否有不合理之處 好 那寫到這裡就有15分 那我們這個節目再多問兩個問題 是求粉土及黏土各有幾公克重 那此次粒徑分析的重量比為何 那看完前面兩集 各位就可以知道 其實粒徑分析試驗 在過篩分析之後200號篩的底盤 它裡面存在的就是粉土和黏土 所以這個比重計試驗呢 就是接著篩分析之後來做 所以這是一個相當正統的題目 那這一題我切分做六個步驟來做 首先第一步驟是要單位整理 那考試出來的這一題其實它已經給了你兩條公式 這個公式基本上是不需要背的 所以你看高考它也就直接就給你了 那單位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是NN 那μ其實應該是要用功課乘以秒除上平方公分 所以它給你的這個之後需要換算 再來這個Z是公分 公分沒問題 那γSγW是每立方公分幾克 在這裡也沒有問題 那這個T是時間 時間它這裡給的是分 但是其實公式是要用秒 所以在這裡你就可以先把分換成秒 5分鐘等於300秒 那所以這裡就先整理了單位 我們先把分整理成秒 然後再通過上面這一個水的黏制係數 它給你的單位換算 把mPose換成這個公式 所以8.95就先換成9.126乘上10的-6次方 再來要講的是Z這個值 那為了讓大家好理解 所以這裡畫了一個其實時間的狀態 那比重計試驗一開始 我們會將比重計放在E面的地方 比重計下沉的深度就是0 那在15秒的時候呢 比重計的重心到E面的距離是計為12.1 所以你可以畫出這樣一個圖 那是12.1 但是這個並不是比重計真實下沉的距離 因為這裡有講到 比重計放入兩桶水面後上升兩公分 所以比重計本身也排出了兩公分高的水 也就是比重計實際上下沉的距離是 12.1扣掉2等於10.1 那所以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兩個關係是要減2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N'的意義是什麼 N'它這裡寫的是 粒徑分析通過百分比 這個粒徑分析其實就是包含篩分析和比重計分析 所以比重計粒徑分析通過百分比 計算出來以後 我們還要再考量它其實 只佔全部圖樣的48% 所以這個N值呢 還要再乘上48% 才會得到整個粒徑分析的通過百分比 也就是我們可以寫成N'等於0.48N 那我們就進入了第三步 確認已知數 確認這兩個公式的已知數是否都有存在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μ已經有了 在這裡 那d在這裡 γs在這裡 那γw就在這裡 那我們確認它的水溫25度C 是與這裡相同 那最後這個t就是時間秒 所以我們帶入所有的公式的已知數就可以求出d 那這個就是上一集講的比重計代表粒徑 那再來 比重計粒徑分析通過百分比N呢 來GS在這裡 那V就是容易土液體積1000cc 那γc在這裡 那RI在這裡 RW在這裡 那GS就是50克 所有的未知數都是已知數了 所以我們也可以帶入公式就得到了N 那最後在乘上0.48就得到了N' 再來我們來說明一下是否有不合理之處 首先通過百分比其實最高就是100% 我丟了100公克的石頭怎麼可能跑出101.5公克 穿過去 所以在15秒這一列的這個數字其實是有問題的 這個不合理的原因是什麼呢? 有可能是這個比重計剛下沉的時候 那E面還會有一些波動在 那因為在短短的15秒內 它的E面也許還在波動 所以就會造成這個12.1的觀測有問題 那這個就是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在這一行我們建議不採納 那從這個N值我們可以看到 黏土其實是0.002粒徑 但是這個能夠表中最小的粒徑是0.02 那所以說這個實驗只花了5分鐘 並不能去區分所謂的粉土和黏土 那所以在這個step6這一題其實是沒有答案的 那也側面的說明了 比重計分析其實 光是5分鐘是完全不夠的 時常都要數個小時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掰掰 拜拜 拜拜